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结果呢 反正是说了的时候呢 你看今年的得奖的 你想六年前呢 就是2016年吧 当时我也写着拼娃在这说的时候 那个拼娃那书呢 2017年出的 然后呢 在当时呢 许儿思起来了 奥树呢热得很 就是说实际上呢 这一批小孩呢都是当年 许儿思 奥树出来的一批孩子 当然你说课外班不好 但课外班呢实际上是带来了一批少年的崛起 因为你要没有了 这个实际上是好多这个机会都是没有的 但是一到这时候啊 反正是一堆人呢都要说奥树没有用 为什么说奥树没有用啊 我一直在说 奥树的好多时候 不是你钱堆的就能堆出成绩的 和英语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挤占了某些人的路嘛 这些人总拿着说寒门子弟考不上 其实好些事啊 还真不是寒门子弟考不上 相反呢 寒门子弟当年学奥树的时候 我们那也说嘛 那个北京考得好的时候 在那个某大机构的集训队的话呢 那就有苹古农民的孩子 然后那个机构里头最好的孩子 不但让你学 还管饭 然后还有讲学经 从来都是的话呢 你真正足够的聪明的孩子有机会 你要真的把题目呢 说是弄得简单了照顾农民的孩子 其实相反呢 你弄得越简单的时候 农民的孩子没有机会 有些权贵的孩子 富贵人家的孩子 不好好学的他有机会 因为他的有些事啊 他用钱堆的的时候比你厉害 最后有区分度的是什么呀 你一下变成语文英语的时候呢 那某些人比你厉害 那个农民的孩子语文英语都不行的 像农民的孩子的聪明的孩子能出来的 对于农民的孩子都是学理工 你学文科的话呢 就算你学得好 你要想进一个好的单位里头呢 潜规则也很多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一次能考得好啊 其实很重要 你看看他当时的话呢 从开始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对吧 就是说你在六年前小生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然后呢 再往下呢 你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你从他们这一段时间看呢 是正好是课外班最热 学而思崛起 同时呢 对奥书还没什么限制 所以后来呢 肯定是限制越来越多了 所以他这样子崛起呢 又没有限制的时候 这批孩子非常强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这个里头啊 孩子的能力呢 是和你这个教育直接相关的 你这个教育呢 一直在说 这课外班呢 有些地方 后来他过热 越收越贵 影响教育公平 但是呢 你要一刀切 他没有 也影响 你不能说 现在你看看着成绩好了 你以为就是说 那成绩好了 就是一拍脑袋就好了 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它成长的过程以后 你可以注意到 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 正是课外班 兴起最热的 那个课外学奥数学的 如火如荼的时候兴起的 然后兴起的时候呢 带来了一批 其实呢 这些孩子的 那个水平的提高 这水平呢 可以看呢 就明显的跟世界上 就不一样了 再怎么着呢 小孩 实际上都是要有 很好的教育机会才行的 你不能把这些教育机会呢 现在都彻底剥夺了 打着一些公平的旗号 其实人家的话呢 你说奥数的话 你说没有用 没有用 人家学校为什么看奥数 你学校很清楚 而且呢 好多时候的话 人家跟我说 你奥数 你这辈子不是搞数学 等等等等 你实际上注意一下 你这辈子 你当诗人吗 你不当诗人 你背唐诗干嘛呀 就算你当了诗人 你也不写唐诗了 对吧 你让小孩天天去背唐诗干嘛 其实有些的这种素质和素养啊 不是你简单的 直接的使用的问题 它实际上是给你提高一些 思维的能力的问题 其实很小的时候呢 有良好的 是逻辑训练 对人的成长 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